玉璃镇出产的大西瓜在市场炙熟可热 尤其今年玉璃镇将近400公顷的西瓜园 全面配合县府环保农业政策 施洒熟肌肥 不过农民发现熟肥的肥力不足 加上近日气候不稳 一株一瓜却流瓜都不如往年 西瓜农担心今年收成恐怕没有着落 特别像镇公所以及预烯农会反应请求协助 接获陈琴反应玉璃镇代理镇长江东城 玉璃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等人 即刻来到西瓜园勘查了解 是不是说可以允许农民用生极变 然后圆埋生圆埋猪 然后因为第二期 因为他第一期时间长 他手极变力量不够 所以他实必还是要用生极变 黄兴西瓜农指出 今年配合县政府环保农业政策 改采熟鸡粪肥栽种西瓜 除了天候因素也发现 熟鸡粪肥肥力不足 西瓜猪养分不够 而不仅溜瓜留不住 生长情况也不佳 西瓜农就担忧 今年恐怕没有收成 去后 今年去后 从来没有遇过 我们一直下雨 就是下雨造成 那个熟鸡粪就是有不够力 以前我们到流瓜熟鸡 那个生肌变它都还可以继续往上涨 今年没有办法 它就到一个段落 它就没什么在成长 玉璃镇打西瓜种植面积将近400多公顷 今年瓜农也全面改放熟鸡粪肥 不料却留不住瓜 至今追了五六次的肥料 生产成本至少也增加了四到五十万元 但却不见西瓜猪好转 玉璽地区农会也高度关切 其实还是要看天气 这跟最近的天气状况还是有影响 最近的湿冷交替太多了 所以还是会有影响 那追肥的部分还是要看后续 可是这个政策 幸福 那边可能要再跟他们讨论看看 流瓜情况不如预期 今年达西瓜品质与产量 是否也连带受到影响 重干事蔡仲翰强调 由于仍是流瓜阶段 因此这一两周内是关键期 而激活农民陈晴 也亲自到场关切的玉璃镇 代理镇长江东城 初步了解情况 也将协助农民向上提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何达到 这个瓜农让他在生计上 的一个 一个 求生存的话 或者是收益的话 我想我们 各方面我们都会来注意 但是环境的清洁 卫生 我想也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尽量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双影 玉璃镇打西瓜近几年来 在农政单位强力促销下 在台湾夏天的西瓜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农民配合环保农业 撕傻熟机粪肥 却出现留不住瓜的情形 究竟是肥力不足 还是气候因素所致 西瓜农也百思不解 请求上级农政单位帮帮忙 协助减轻农民的农损压力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